昨天的运气还不错,万年出了两次变异,鬼匠和吸血鬼都给还装,并且龙龟的话最高出了四皇,还有久违的帮派迷宫也收获颇丰,最终收获一车半的物品,那么今天咱们就为了出五皇龟接着奋斗,没想到利用月光抢到的第一只就很有惊喜,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 开局出了一皇,还不错有机会。 第二波召唤直接来了俩,这不就瞬间两百万到手了吗?看着给的梦幻币奖励也知道是在捉鬼的途中,大鬼给了千年人生没啥用,小鬼的话还不错,一件八十的铠甲美滋滋。 接着点到第二只龙龟。 结果只出了一皇,存了将近一车的练腰石,最终就练坏了七颗能用,那就来自己打打看。 第一件利免双加没用。 第二件也拉。 两件也没用。 第六件出了套装,高级法莲更是没用。 总的来说全是分解货。 接着在境外点到第三只龙龟。 只出了一皇,过了几分钟还是在境外。 第四只还不错,开局的六只龟就出了两皇,讲道理还有九只龟的机会,出个五皇没问题吧。 另外都看到这的铁只,也帮忙点点赞,感谢感谢。 好了,来看第二波的召唤。 三皇,四皇了。 四皇 小 lastly,二十皇,四皇,四皇的皇,四皇 。 。 same 今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